根據本台獲得的一段片段見到 車禍發生之前 多名市民經過邵氏的車站 有兩名工人正在一間麵包店前面聊天 事發時巴士站的玻璃牆被突如其來的汽車撞擊 玻璃散滿一地 衝擊力還將一名坐在巴士站內等車的民眾撞到飛機上來 接著他就倒餓在地上 畫面中可以見到 這名受傷的女子躺在地上 他沒有知覺 剛剛好經過的一名男性路人 驚險地避開意外 但也受到極大的驚嚇 雖然這個片段見不到邵氏車輛撞擊的瞬間 但事後巴士站的情況也令人看得觸目驚深 三藩市華鳳街坊會主席李兆祥 是邵氏巴士站旁邊大廈的業主 他知道事件後 也有第一時間去到現場看一看最新的情況 他認為市府有需要在巴士站作出改動 去保障等車市民的安全 有些鐵柱 好像有四寸闊的鐵柱 現在這車如果有什麼事 以為撞過來 起碼要頂著先 不用 人在巴士裡面 好像今天八個人在巴士站 有消息指 意外裡面邵氏女司機是華裔 事發之後 她也有留在現場協助調查 初步有人懷疑 是女司機在開車時 錯誤將有門當作殺車制 撞到多輛汽車後 失控衝上行人路 讓這次的慘劇 警方就沒有證實這個消息 只是表示案件仍然在調查當中 暫時沒有拘捕任何人 市長新聞辦公室在意外之後 隨即發表聲明指 密切關注事故的發展 亦都已經與相關部門了解情況 並向所有傷者和他們的家人致意慰問 警方表示 意外在昨天下午大約12點半 在華埠、斯特頓街及Klay街發生 當時一輛灰色的日本豐田汽車 懷疑先撞向多輛停泊路邊的車 再撞上一輛行駛中的汽車 之後失控撞向巴士站 邵市的巴士站已經整個被移走 警方更加一度封閉現場多個鐘作調查 交通一度出現大混亂